我们知道人有生老病死 世界呢有城住坏空 您认为老是什么 因为人本来就是 精神和这个手提 两个东西构成的 所以呢 你这个老和不老呢 也应该是从两个方面去看 那么身体的这个很多 实际上身体的很多 刚刚二十多岁的时候 有些器官呢 它就开始甩牢了 比如说年龄不可能 八十岁降到七十岁 这个不可能 这个数字就不可能逆转 但是呢 这个当中你比如说 心情好的人 或者是平时搭左的人 或者是平时不去 像我老和不老 反正自己有很多事情去做 然后是这个生活特别的重拾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会觉得 我比其他人都小 没有那么老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主要的是 谁在起作用呢 就是他的心态 决定 他的这个现在的状态 但是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世俗都会把老 赋予上一种悲哀的色彩 提到老 大家就是谈老色变 比如两位老师 你们都是在影视圈 很多演员 尤其是女演员 他最忌讳 别人说他老 他这种悲哀的色彩 进入到自己的生命中 女性在这方面应该更敏感吧 那如果说你要看到 什么是生命力 或者说什么是岁月的话 那么可能在年长的 这个演员身上的脸上 更能看到 怎么说呢 就是包括这个东西 也涉及到一个审美吧 就是看你的取向是哪 如果当然现在有很多 讲究那种叫鲜肉审美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当然是就是说磨皮磨得越好 然后看上去这个月五指 而越好 但同样也有一种 更高级的审美 是就是真实吗 就是真实 就是尊重生命吗 不去不去伪视什么 那么从从尊重生命 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那么我们恰恰 需要是看到他的 就是所谓的皱纹也好 所谓的是颗粒也好 是那岁月 还是留下的时间的痕迹 其实影视这方面 我觉得如果说跟这个 跟我们说这个话题来讲 确实实是一个相悖的一个东西 有时候影视的这个社会上的需要 是需要一些虚项的 就是比如说咱们知道的小线肉 比如说这个流量等等 就是说他是在追求一个生活里追求不到的东西 刚刚听康姆讲我就觉得就是说 其实老是一个老是两个方向的东西 就是咱们就是说 下聊天 我觉得他有虚核实的问题 实就是无常 他就是身体老了 他就是到年龄 他就是有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疾病 他就是有体质体能会衰弱 而且他甚至有这种 就是到了以后有有孤独感 这是一个不可控的 这是一个不可控的 而且是必然的 那么虚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 这有点像我们说 说搞艺术的东西了 就是说他应该更浪漫一点 更想象一点 对更超越一点 然后就是说这样的 你有这么一个心情的话 会对这些无常的出现 你会有一种 就是你会有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 很好的态度 就是我是觉得可能这个虚的这一部分是特好玩的 是自己可以去训练自己去想象的 而且去创造的 是 就是这个是可以说对这个无常的东西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可以是有一种抵抗感 或者有一种有一种能力去面对的 对 我觉得可能在老的时候可怕也不可怕 可能你把这个虚实的东西控制好了 你就会生活的很好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还是对这个老产生特别特别大的恐惧 英国有一家保险机构针对全球的12万人进行的调查发现 中国人最怕老 45到54岁的中国受访者中超半数认为自己已经老了 而且28%的受访者会因此沮丧 想到孤独疾病等消极的字眼 你们觉得为什么大家特别恐惧老 特别是这个岁数 45到54这10岁里恰恰是卡在中间 上面有老人 下面有孩子 包括在公司或者在单位再担任点什么事 职务 对 然后上面又有领导下面又有下属 就是这种卡着会比较难受 再一方面就是说感觉到自己沮丧 其实沮丧 我想它不仅是一个中年的这么一个感受 青春期也很沮丧 我上大学 青春期其实也很苦闷 也很沮丧 然后你细分这个沮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那就是理想跟现实之间的距离 这些很现实的东西就把你自己所幻想的那种 给自己设定那个理想世界完全就给击碎了 让你的理想世界无送下手 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世界 你在想他说这些事 我觉得可能是欲望 欲望决定的 就是说他有太多的期望值 然后他就觉得可能做不到 然后他就会要离开这个世界 离开这个他能够去获得这个 就是这个年龄段 就是现在这段时间是他最是他最最有创造力 最有收获的一段时间 因为他内心里的欲望没有完成 他的那个东西没有达到 他会觉得有一点无可奈何了 所以他就会觉得恐惧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他还不知道到 真正的这个步入老年的状态是什么 就真正的老是个什么 是个什么 是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 还是因为心里边没有准备 或者没有认知 或者说一些欲望需求太大 而造成的这种心理恐惧 其实 因为我不知道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过这个 这段恐惧的经历 其实作为我个人成长来讲到现在 比如说从20岁30岁40岁 我之类就是 也可以说就是缺心眼 就是不太在乎这些事就过来了 就是说话就其实了 那可能我就会觉得就是 哥们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是吧 就是哪至于 所以我的心 我想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么简单 欲望过多 庸人自扰 作点自负 刊部给我们讲讲从佛法上 您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恐惧变老 就是任何一个人对死亡和对甩牢 在不同程度上 他是有一定的恐惧 这个任何一个人都有的 但是 这个程度不一样 程度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信仰 你不管有个佛教的信仰或者其他的信仰 尤其是像佛教这样子的信仰的话 经常就讲这个无常 他的变化 然后你时时刻刻要提醒这个无常 这样子的话不但是这个老人年轻人 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各方面的这个变化 比如说他的家庭 他的工作 还有他的身体健康的状态 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变化 那么老爷不就是这其中一个吗 没有什么那么空谱的 其中一个而已 本来就是在变化无常当中 这不过就是这个变化呢 稍微比较明显的时候 就是我们能砍得到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能砍得到的时候呢 才叫做无常 那你看不到就不无常了吗 他不是呀 他一直都在无常 所以呢 这个比如说像佛教这样子的信仰的话呢 他更加的会想的砍一点 那除了佛教以外呢 其他的宗教也就是这样 反正他们对人生的这种了解呢 可能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他可能是老就老啊 没关系老的时候呢 我也有事情做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信仰这个佛教的人的话 那老的时候就更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之前呢 你想做一些 比如说这个佛教的这些一些大作啊 修行啊 年经啊 你想做 但是你就是没有时间啊 就是没有时间 刚才这个孙老师讲的 很多人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就是就活在别人的这个世界里面 还真正自己的事 这个时间确实是很少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比如说大作啊 修行呢 因为有信仰的人来说 大作修行这些 就说不定它是生命当中 他认为是最最最重要的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责任 那你没有没有时间去做 那你老了以后呢 就就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你很多的这个没有很多的这个负担了 那么你就可以倾向心来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呢 就他就不觉得这老了就是有多么的恐怖啊 他他觉得这老了好了 老了我就有事情 老了我就有时间 我有时间去做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信仰 对这个就决定了对老年的恐惧不恐惧 另外一个是对人生的态度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人 比如说小孩长大了以后呢 他的生活父母还要管 还有那么多的啃老猪 然后呢 这个还有这小孩的什么结婚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全部都是父母要去管 那有些地方就不是这样 18岁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大家各国各的这个生活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刚才这个孙老师他讲的一样 可能有些我们 有些很多人呢 对于这个帅老的很 很多的这个 很大的这个恐惧呢 可能不是来自于 因为他个人的原因 有可能是来自于啊 他觉得他甩牢了以后呢 他就是一个家庭的丁凉猪啊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家薪阶层啊 他有上有 上有老 下有小啊 他有可能就更多的担心 就是来自于这些啊 所以就是一踢到老啊 觉得自己老不起啊 老了 老不起 对老不起 真的是就老了就有产生了更多 很多很多可怕的事情 像 所以就是 觉得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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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啊 可能有决定这种生活的模式 呃 他有好的地方 比如说小孩去小孙呢 父母关心呢 有好的一面 但是呢 也有另外的一面啊 因为关心的事情呢 太多了 你要承担的责任太多了以后呢 他就觉得 这个很多事情他玩不成了 所以他就第一个特别害怕老啊 第二呢 啊 就是因为老特别的沮丧 嗯 我觉得可能一个是生活的模式 或者是这个生活的态度 另外一个就是信仰 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 嗯 就是大家对于老啊 要么就是来自外部的压力造成的恐惧 要么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造成的恐惧 但其实也会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死亡有恐惧 导致害怕变老啊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或者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现在就是谈老 我可能也许能稍微的不动感情 甚至说稍微的能乐观点去想象这事 但真是如果能谈到这个死以后 我就觉得可能这东西 我我我那天那天那天还是有些回避的 尤其是一想到死了以后 之前所说那个45岁到54 54个人要负责那些责任 嗯 觉得一下把这梯子一撤 那这上面你好不容易搭的东西啪全塌了 嗯 有些时候你拖起来的人啊 什么东西是不是也随之就坠落了 就是就不敢去想 因为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是尽量不想这事儿 有点有点那个一二到零 我觉得刚刚刚看我第一句话就说的 就是说老和死是有关系的 嗯 但是死并不一定是老 嗯 对 就是无常这个事儿 死你可能有两岁一岁 对 没生不出来就死 这都有可能 对 所以我觉得死呢 就变成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嗯 就跟老呢 他是有联系 但是没有任何 没有直接联系 没有必然的关系 对 如果你要说这死这事儿吧 我就觉得这个好 就对我来讲是一个 挺有趣的一件事儿了 就这个值得一想的一事儿 嗯 然后呢 就是我我自己就觉得是真的是应该写个遗嘱 但是呢老这么想吧 一去上班吧 就就忘了 就忘了 就算了 就不知道什么是死 要不再过了少年 说到这儿我刚才想一句 想一件事儿 就是这个 其实 孙瑞讲的中国的这个文化 堪布讲到一个信仰 就我一直觉得我们少一样教育 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教育 你不认识这个死到底跟你生是有什么关系 就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知识 作为一个用教育来 来来来来来传授下来 实际上你是认识到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了 你才能够去做这个准备 所以我就觉得人其实对这个东西 对有些对无常 对生命的认识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有教育的 嗯 不能够就是说到临时报复 叫说 叫人家说这名我不行了 大师您来给我 嗯 说了我您送一段 这我觉得不行 是吧 确实是 人对这种死亡的空拘啊 有一大部分就是来自于 因为他不了解 不了解死亡是什么 所以就是特别空拘 我们大家都觉得在这个所有的身外之物 或者是自己身体历历历历 所有东西当中啊 没有一个是比自己的生命 更加的珍贵 嗯 但是就是因为这东西呢 我们最不了解的东西了 你看是怎么来的我也不了解啊 啊怎么走也不了解啊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就不了解 所以就是就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疑问啊 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恐惧啊 就是这样 就是我有一些这个国外的一些养老员里面呢 也就有一些给他们的服务人员有交流 问那个老人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就这么几个 其中一个呢 就是因为他们呃 虽然是有这样子的信仰 但是呢呃 有些人呢 还是这个对死亡 因为他不了解 他没有真正的了解到这个死亡 所以呢呃 他即将要真正要面临的要发生的是什么 他不知道啊 所以就是好大一部分的恐惧或者是痛苦 就是来自于这个啊 所以呃 刚才这个田老师说的一样 这个我们不管你是站在一个宗教的教度 或者是一个哲学人生哲学的教度 或者科学的教度 不管怎么样 你对这个生命呢 一定要有一个足够的了解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活得比较踏实 嗯 很多人也许不会在乎自己衰老啊 认为没所谓 但是他在乎自己的亲人变老之后 哇那意味着离别啊 就变得格外的恐惧 呃那个孙老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嗯对就是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生个病啊怎么样的 包括自己在衰老这个过程中就都能 多少有一点熟悉感 熟悉感 但是因为我们平时很少幻想某个亲友病 那么当有一天这个亲友突然病了的时候 嗯 就是给我没措手不及 比如我最近就是去看我奶奶 我奶奶马上100岁 他这 这这半年就是因为这个岁数比较大 然后开始主动的说一些话 他也会感慨说自己自己100岁了 说是是那个经历了两个世纪 然后同时也会说说我可能就差不多了吧 然后我旁边就别的我叔叔大爷的就是说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差不多就是我再有个两三年就差不多了吧 然后我在一旁听了以后就是其实很难过呀 因为我就是挺挺难以接受 就是说啊 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 我觉得健康长寿一直一直是我奶的标签了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我就两三年了 哎 等于那标签一下就被撕掉了 然后贴上一个另一个标签 另一个让我特别的措手不及 哪怕自己生点病啊什么的 你就是都能自己的内心消化了 但亲友那会你反而更难以消化 那田老师您的成长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个让您印象深刻的 面对亲友的衰老的恐惧的事 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我我当然有了 我就是我母亲嘛 我一直就 她的这个后来我一直就都在陪她 但是我我是觉得我我的母亲确确实实对这个问题是 看得特别通透的 以前我们俩吃饭聊天 那时候她大概九十六七吧 吃饭聊天 然后就说哎 等我死了呀 这个你就给我扔海里去就行了 把这骨灰扔海里去 完了我呢就说这那冷不冷啊 跟你搁海里冷不冷啊 完了他看着我那意思是你 你要想说什么我说我说我有一建议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爸爸合照 因为我爸爸一直在爸爸山放着呢 你这老太太反应的吧 就是快到什么 李大昭那幕 就万古墓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家族的以前很 就他的爷 他的爷爷和他的父母 父母都埋在那儿 我说行我去给你找着看能不能在那儿躺一块地啊 然后呢就真找了 找了以后呢 你看我就说这个地呢 我跟您联系上了 这地方您挑起行吗 他说行 我就把它给推在那儿 这轮椅推在那儿 转了整整两三个小时 说就这儿吧 就是 就是你这个过程里 我自己觉得就是 很欣慰又很心酸 就是你在准备母亲走的所有 但是你又很欣慰 就是你能够跟母亲达成一致 就是未来我要把它送到的一个地方是哪 这其实对我以后的死和选择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 就是他的一个态度 教育 就是教育 当然我就觉得我后边一系列 就是定了墓穴 我去找给他找石头 怎么弄 写什么字 这一系列花了大概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但是我再也没有跟他说 这都修好了 这个你都 就他所有的愿望 我都给他实现了以后 但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说 您那块钱都给您放好了 然后呢 他也从来不再问 当然走了以后 我现在已经把它都安葬好了 我也觉得对于母亲和父亲这事我算是 从我内心来讲是就是 就完全放下了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刚才你看 虽然说起来这个男这件事 就是 其实你是回避不敢谈 就是我们中文讲忌讳 如果我们都没有忌讳了 我们对死 对老就不会有恐惧了 大家似乎都在歌颂这个年轻时候的这种美丽 绚烂 但是对于老这块总觉得是灰色地带 不愿去触碰 也不愿去接受 无论是对于自己的还是对于自己的亲友的都不愿意正确地去面对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痛苦 所以看部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对峙的办法 对于有这样恐惧的朋友 对峙的办法是肯定是有的 但是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接受 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讲 我们对这个生命的态度 这几个字大家都会说 实际上这个生命的态度这个里面 应该有刚才天老师说的这种 应该有这个对死亡的态度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一个环节 生命就是圣老宾思构成的 所以呢你就是对光是对年轻的时候的怎么怎么样 就是对这个有一些概念 然后呢你对死亡啊 衰老啊 完全是一个空白的 说的你说的不敢说 刚才这个天老师说的呀 比如说很多人机会 为什么机会呢 就是因为空拒 为什么空拒呢 就是因为不了解 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比较偏远的地方 有些时候对有些某些这个传染病 他们对很机会的 年小时候就父母就就这这游戏传染病的名字啊 都不让小孩不让去叫 他们对这个有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空拒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对死亡的了结 然后我觉得这种了解才是真正的这种对质的方法 我们呢怎么样去消除我们对死亡的这种空拒呢 那就是你要去了解 了解了以后呢 你就会知道原来没有那么的可怕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刚才提到了父母的衰老 亲人的衰老 那很多人就就就就很担忧啊 就很多人说啊 我这次回家的时候呢 看到我我我父母这么这么样 我心里很难受 经常听到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个也可以理解 比如说父母因为衰老 然后呢就生病啊 就是受很多很多的折腾 这样子的话呢 那确实肯定是心里很难受的啊 但是呢 父母的衰老呢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那么的担忧啊 因为衰老 就是比如说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人坎的话 衰老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而佛教里面也讲这个衰老的痛苦 但是呢 这些都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就是没有方法的人 没有面对的方法的人来说 衰老是痛苦 但是呢年轻也是痛苦啊 年轻人也有很多痛苦的事情 但是如果一个人比如说 这个衰老的时候 老年的时候呢 然后呢 他是不是真的是很痛苦呢 也不一定啊 刚才也提到了 也不一定 所以实际上人的这种衰老呢 确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啊 这个美好是什么意思 并不是说他老了以后呢 长得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帅啊 不是啊 但是呢 他是另外一种美啊 因为他就是走了这个 他就完成了一个人的一个整个的全部的生命的这个过程 这个对他来讲 对对一个生命来讲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 非常圆满的啊 非常完美的 所以就是今天他走到这个阶段啊 那实际上对他来讲 对一个生命来讲 这是非常圆满的 然后呢 老年人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他在一个回归的路上啊 所以呢 他也没有就是之前的年轻的时候的太多的这些复杂的这些香发呀等等 很多也没有了 反而就变得更加的可爱啊 变得更加的可爱 所以父母的甩牢啊 就不需要不必过度的担心啊 担忧啊 更重要的就是让父母啊 就是在甩牢的过程当中 让他啊 拥有这个生命的尊严啊 还有就是让他相守到这个阶段的啊 他需要的这个生活啊 我怎么样给他创造或者是给他带来这方面的这个生活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对人的 我们很多人呢 就平时都是担心自己的甩牢啊 担心别人的甩牢啊 然后呢 一踢到这个甩牢这样子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不想不想不想听啊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人的这个甩牢这一部分呢 走到这一节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就真的是完成了这个一个生命的 一个整个的啊 这个过程了啊 然后呢 他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 然后他也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比如说他有一种信仰啊 像佛教的信仰啊 等等这样子的话 一点都不会痛苦的 反而他就会更加的会开心 更加的高兴啊 因为他他在这个老年的时候啊 他有他的事情可以做呀 他有他虽然这个世俗的很多东西 他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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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些这个这个负担了 他已经方向了 但是呢 他有自己的理想啊 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希望 另外一种追求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呢 就这并不是一个啊 很啊 这个痛苦的事情 所以就你没有必要去这个担忧父母的衰老 你一定要去创造 或者是给父母提供啊 这个年龄階段的更好的啊 更适合他的这个生活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就是与其担忧 不如陪伴着一起成长 携手走过 对 其实提到这个衰老不得不提这个长生不老 古代帝王里面追求长生不老 最有名的就要属这个秦始皇了 其实他对于衰老也是有很大的忧虑的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的想尽一切办法的 去求取长生不老药 那说到今天呢 科技发达了 我们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男孩女孩这个都走这个医美路线 但是这种医学美容 科技真的就能够阻挡衰老的到来吗 几位老师 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就是这几年发现我们家里的一变化 就是有段时间我妈老出去 出去小姐不知道干嘛 后来有天我就 人家给他打电话说 让他过去 他过不去了 什么下雨 或者别的什么事过不去了 我这才知道 就是他其实出去是 就是也是他在65岁以后 出去是去美容院做保养去 然后就是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妈您都退休那么多年了 您岁数挺大了 然后您 就是您是老人 您为什么要做保养啊 这事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吧 我就一是特别理解这事了 二我也特别支持这事了 然后包括充钱的时候 以后是帮妈给美容卡里充点钱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都支持了 有时候跟家里人聚会的时候 然后人家就说 姑啊 你保养的不错呀 别人的视角进入进来以后 我才意识到 哦原来这事是有效果的 因为我经常见他 看不到那种效果的变化 然后再一个其实让我支持他做这事的原因是 觉得他就是人心里有个事了 然后他就是人也变得积极起来了 在这个状态下 就是我真的发现就是他 包括这种做美容啊 爱穿花草的衣服啊 都观察到了 然后朋友圈有时候还经常发 就是跟同龄的一帮阿姨们 去公园站在鲜花旁 这么照 要拿着丝巾的那种吧 对还真拿 看到他们这个70岁左右的一群 我的长辈们他们有个事做 他们很开心 让自己处于一种的上升的这种 开始 挺好 对对对 我觉得从这点来说 如果所有事情哪怕是不能长生 就是哪怕是长生不老 听上去很荒诞的这种一事 但是如果你心里有这种一个念头 你这个念头能落实在你的日常的行为中 那么其实当下就能把你的很多的精气神给带下来 刚才说讲这个他妈妈的事 也说在心理上和在情感上 他会有一种 会对他有一种 安慰作用 就是说可以让他 对就是叫 怡情吧 就是从那个老的那个怡情 那种压力里头 怡情出来 就是觉得我还可以 我的状态还可以 我觉得这个可能挺 就是说他 治不了本 但是他对一个人的心情会是有影响的 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其实可能都会心理上都会有这种 这种就是我明知是不可能的 是解决不了根本的 但是我内心里还是会有一种关注 会有一种 会有一种觉得 是不是会有一次偶然 会有一次 幸运降临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人有这种心理挺正常的 你也没有没有必要去掩饰自己 会觉得自己这个不好意思或怎么样 就是说你其实知道最终是怎么了 你懂得最终是怎么回事了 你现在去花一点时间去找儿子要点钱 充问卡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快乐 至少跟儿子是个交流 要不然也交流不了 我也进进校道 对吧 我觉得其实可能这是生活里的一些 挺挺细微的一种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事情 如果你就是你把一切事情都想明白了以后 我觉得你有任何的这个 这种小的举措或者一种打算 我觉得都都挺可爱的 挺正常的 对 那刊布呢 您觉得就是做这种科技上的改变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打干细胞的 还有各种的医疗手段 让我们返老还童或者维持逆龄的状态 那这个体现出来 这些人肯定是希望自己获得不老的这个结果 但是您觉得真正有用吗 对对 这个人就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这个帅老呢 它就是有泪相歪 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人的整个人体的细胞都在甩截都在这个甩牢 所以呢 你只是从外表上的一些皮肤的这个包样呢 就是刚才天老师也说了 实际上它当然不会解决一些本质上的问题 那可能只能是短短暂的或者是解断性的 那应该是个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用各种各样的这些医美去做 那刚才这个孙老师也提到了 老年人他可能做和不做是可能是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呢 老人是不需要做这些的 不需要你本来就是你的这种帅老 如果我们换另外一种审美观 或者是另外一种生命的人质去看的话 你本身就是很美的 很美的 本身就是很美好的 所以不需要这些 但是如果是老人他自己喜欢做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 尤其是如果因为这个 他给他带来一些好的这种心情 他开心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可以理解 不但是可以理解 比如说像这个孙老师说的 要不要给他充个钱 帮助一下 支持一下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 确实也是一种对父母的一种孝顺 你就别去反对 更不要去打劫 你都这么老了 还做什么 这事不要把真相告诉他 对对对 所以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样子以后呢 他至少给他带来一些好的心情 比如说家庭的聚会等等的时候呢 别人说你保养得很好 他就是有存在感 他就是有成就感 所以就是因为这些都是 对他的健康也有帮助 我是说这些心理状态 对他的 因为他开心了 开心了以后呢 他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呢 也不一定有太多让他开心的事情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种 让他开心的事情的话呢 那就是完全是可以支持的 先不说他这个值不值本 这个都没关系 值本不值本都没关系 年轻人的也就不值本 他肯定跟不值本了 但是呢 是可以理解 我觉得 开心就好 对开心就好 这个因为这个行为 他也没有去伤害到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支持 他这个还有连锁的反应 连锁的事呢 就是当他以为可能自己那么老的时候 但外界给他反应说你没那么老 他一是很开心 二是他是真的真的就是以为自己没那么老呢 然后于是就能帮我带小孩 我给解放出来了 然后您在后头等着呢 这当然是这是预料不到的 但是你能观察到这事情是这么发生的 所以说就是日益开心 然后心态放松 人有活力 整个家庭 整个社会它都会变得更好 所以值不值本真的不重要了 不重要 这不重要了 很多老年人呢 他们很希望啊 在面对衰老的时候能够更加体面 觉得要更有尊严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 怎么样体面的面对自己的衰老 还有你们觉得体面挺重要的吗 不仅是老年人体面重要 就是体面我觉得是对于是个人就应该重要 当然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 那这个其实我也就想过 我老了以后会怎么过啊 我觉得当然体面也是一个基本要求嘛 然后我想首先是别太邋遢了 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从网上可以看到一些视频 有些老人可能是儿女的原因 或者是儿女不在身边 或者儿女已经不在了 就是看那种老人以后就特别心酸 凄凉 对 就是当生命走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 然后又不能有一个特别干净的生活环境 或者是特别一个洁净的这种生活质量状态保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就是替整个这种生命就会提担忧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干净 别太拉的这是一个外在的 内在感受呢 我想就是老了以后他能他能像一大树似的啊 就是有的时候看那种几百年的树就长得虽然七扭八歪了 然后树皮树干啊那种那种沧桑感动近在这种 就是你一眼看上去就能看出他老 但是他能遮蔽很多东西 就是他能给人阴凉 我说他可以成为一个载体 然后让鸟啊虫子啊吃他俯视他 他也毫无怨言 就是奉献和给予 对对 就这种生命状态就特别好 田老师对于老年人啊 很好的面对衰老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我说可能是一个度的问题吧 就是你怎么来你自己怎么来做这件事让你快乐 让你轻松就好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成长条件教育条件经济条件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都不一样 然后呢就是说每个人的选择也一定会不一样 那但是呢就是这个选择呢就是是一个特别恰如其分的 是一个尊重生命的 然后尊重他人的也尊重自己的这么一种选择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我就看就是我经常跟我的那个工作的那同伙伴 就是说我说有一天我不能自理的时候你们一定找不着我 嗯 那你上哪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肯定我要自己找一个地方去就是就是会找一个就是我认为很我很满意的地方嗯 去去让自己慢慢的就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希望就是因为我还得找两三个人来伺候我啊 怎么这个我那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负担 就是您怕给别人添麻烦 也对反正是不能麻烦别人吧 嗯 就是一切都得靠别人的这个这个别人来靠药物 各种东西来支撑你嗯 就是就我能够理解他的那个心理 所以我就觉得我我可能我我就觉得如果我有我自己还有那个一切能力的时候我就不想走到这一步嗯 这就是我对老了以后死以后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想的一个东西嗯 随顺自然不给别人添麻烦嗯嗯 刊部对于老年人嗯面对于衰老的恐惧有什么建议嗯 首先我想这个老年人的这种体面的问题啊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的需要传统上古人都是这么说的完全是跟这个孙瑞老师讲的就是这种意思 就是说呃老年人的话就是特别的需要这方面的体面啊 比如说一个年轻人的身上 就是穿一个这样子的衣服等等的话 也不显得那么的惨 那么的悲惨 那么的可怜 但是老人就不一样了 所以当然远则是什么呢 远则是刚才这个田老师讲的 比如说只要他开心就好 对老年人就不要有太多的规矩 不要有太多的要求 对老人的生活 你一定要很多时候 你得要肯定和支持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这个原则上 不违背这个原则的前提下 老人是需要这个体面 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就是只要有 只要生活能够自离的情况下 老年人就是第一个 就是要干净 第二呢 刚才这个孙老师讲的 穿的不能太邋遢 然后呢 他的这些衣服呀 各方面就穿的这个体面一点 这样子的话呢 他更加的有气质 更加的可爱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老年人 需要这样子的生活 体面确实很重要 而且不单单是需要 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比较重要 然后呢 比如说有些 尤其是有些老年人 他自己比如说文化成都上 或者是其他方面 德高亡中 然后呢 他有内涵 他有人身丰富的这种人生经验 然后呢 他的这种 比如说衣服呀 这些也就比较体面 这样的的话呢 那有些时候 他只比年轻人 还要 有魅力 真的真的 实际上 比很多年轻人 还要有魅力 所以 这个老年人 还是要 还是要留意 自己的一些 这个 生活上的一些 打力呀 那这些呢 还是需要的 我觉得 不光是老年人 害怕衰老 很多年轻人 其实也开始 担忧自己变老了 所以三位老师 对于年轻人 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就是 想起 我年轻时候 特别喜欢看的一个作家 叫王硕 他 他在十几年前 说过一句话 谁没年轻过呀 你们老过吗 你们老过吗 就这么一句话 当时就是 因为当时自己年轻嘛 也没太get到这句话 要表达什么 的点 现在看 再看这句话 就觉得里面有很多玄机 其实你们老过吗 这个老 之前我们也说 他真的就是一种财富 他能给你带来很多年轻时候 未曾想过 就是你不仅没见过 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这种可能性 跟你打开你的世界 你必须得经过这个时间 经过人生 经过你 你身边人物关系的变化 经过你身 就是你自己把自己 跟那锅里炒 炒炒炒了十几年 炒到四十岁以后 当然我现在四十岁了 我可以说 我就是四十岁 我现在炒完的这个状态 就是比那个二十岁 那个家乘的状态 要好很多 我现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 就是 无论是让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日常的人 活着 还是说作为一个 这个所谓的从事艺术的工作的 这个人 就是说对于作品的创作上 都是让我觉得 就是到了中年以后会别有冬天 就是年轻人别担心自己会变老 因为这个岁月会赋予你生命一通的重量 对 财富 田老师对于年轻人 这个衰老的恐惧有什么建议 没有什么可建议的 这是一个就是无可 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该来了一定要来 你也躲不过去 那你只有一个就是你自己够不够强大 够不够坚定 够不够有自己的信仰 能够来处理好 面对好你所有的事情 其实不光是衰老的问题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还有灾难的问题 无常呢 河南这事谁能想不到啊 一场雨下成这样的 对吧 所以就是每天都会发生情况 都会发生一些 让你根本无法预知的这种情况 可是只有一天你遇到这个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还谈衰老吗 你还恐惧衰老吗 那时候已经不会去想这些事了 所以我就觉得任何一件事情 都可能比衰老甚至更大 而且衰老又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把 自己的那个心理的东西做到最 调整的最好 你才能够去面对所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衰老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那您觉得年轻人提前躺平 想过这种养老的状态的生活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他这个我觉得 这个其实都是生活里的一种 一种愿望吧 是不是觉得太累了或者太怎么样了 就是我也遇到过有的朋友说 我30岁就退休 就是很多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是他的一个理想 但是理想和现实永远是不一样的 你有机会能躺下 还真躺会吧 对 好好躺会吧 好好躺会 真的有机会能躺下 你真有这造化 你能躺下 那是你的造化 你赶紧躺着 对不对 你说不定躺不了两天 你又起了就 你受不了这寂寞了 这都很难说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既然想到了 有了愿望了 赶紧去享受一下 这愿望挺好的 也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 这两年媒体上不是报道一些事吗 有的90后或者是80后 他们会结伴到山里头租一个院子 然后大家在那享受田园般的养老生活 这种事在媒体上还是屡见不鲜的 这挺好的 提前 挺可爱的 就是如果有这个机会去享受 你任何一个东西 其实可能都会对你面对突发事情 都会有帮助 您身边有没有这种想躺平 直接体验养老生活的人 我都想找个院子躺 看布呢 就是我觉得 这个比如说 年轻人就是躺平 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自己的选择 也就是没办法说这个好与不好 也没办法说应该怎么不应该怎么 但是呢 可能有些人呢 可能是因为有些条件不举备 只能怎么去做了 可能是看不到什么希望 或者是有些是比较失望的情况 是在乌奈的这种状态下 选择这样子的路 我觉得也有可能 有些人呢就是觉得因为他其他的这些条件 他都举备啊 他也觉得我没有必要这么去 拼 拼 没必要 所以我就躺 选择这个躺平 我觉得这躺平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 这个因素 所以就是不好说这个不好评价啊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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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不管怎么样年轻人的话呢 就是乘这个机会啊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很多地方呢 比如说一年呢 就是最好的季节就是纯天啊 那那个时候你可以耕种啊 只要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 没有太多的这个机会了 那年轻的话呢 你比如说老了以后也可以学 但是呢 这个最假的啊 就是给自己储备这个知识呀 学一些这个生存的技能啊 这最最最好的时候是这个时候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一个 你选择了这个躺平 那很多事情可能就就失去了机会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 你虽然没有选择这个躺平 但是呢 你比如说整天都在这个手机里面呢 还有游戏里面呢 还有就是一些这一类的 比较浮躁的这个环境当中生存 然后呢 接触到的都是这些 接手的都是这些储备的东西呢 就是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啊 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 除了这些意外呢 其实就是没有一个真正对自己有用的 比如说知识呀 机能啊 那这些都不处备不准备这样子的话呢 那可能 你免不了 这个中年的时候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压力 各种各样的危机 也免不了这个老年的时候的 寂寞呀 甚至痛苦呀 可能很难免 所以这是古人也就不至于这都说嘛 佛教里面也有这样 那年轻的时候呢 其实你要去奋斗的时候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你得要去出备一些这个知识啊 学技能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是没有必要去对这个中年或者对甩牢有什么恐惧 就没有必要 就是你有足够的这个知识啊 你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这一切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这个 担忧 担忧 对 没有必要 因为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就是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然后呢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生活 确实是有他自己的完美的地方 美丽的地方 这绝对是有的 就是不要以为就是年轻的时候才幸福啊 老了以后不怎么样 这肯定不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刚才就是说 你大家都啊 年轻过 但是你老了吗 确实这个话 确实是有意义的 你不了解这个 以后的这些啊 老的时候的一些状况啊 那么所以呢 你现在不懂得你要出备知识啊 你要学习技能啊 就在一个这样子的非常浮躁当中读过了啊 那么到时候呢 你不知道这个老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就不做任何的准备 嗯 然后呢 一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不了解这个老年的时候的很多的状态 所以你盲目的空拘 这个也没必要 所以我觉得 年轻人的话呢 就是趁这个机会啊 就是要多了解人生的各方面的 比如说生命的意义啊 或者是在危急关头的时候 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心理问题 现在年轻人的心理不健康 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 心理健康方面呢 应该去学什么呢 应该去做什么呢 这些我觉得年轻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你中年的时候 就是感觉不到中年的压力 老年的时候就感觉不到 老年的通酷的主要的资本 嗯 主要的资本就是这些啊 那么你没有这些资本了 你就是年轻的时候 其实是有机会出备这些 但你什么都不做 就你这么荒 荒废人生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到时候没有任何的资本啊 所以你这个中年的危机也是很正常啊 老年的痛苦也是很也是很正常啊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去多了解 这个现在有很多的渠道啊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 很多很多的信息啊 多了解这些自己的啊 这些啊 未来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啊 还有呢 年轻人呢 就是也不要以为对我们这边要甩牢啊 死亡啊 孩子离得很远很远 就根本就没必要去想这些事情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死亡啊 这些东西呢 什么时候啊 发生也不清楚 还有一个就是 年轻人这个 出色的这样子的情况也很多啊 所以年轻人心理不健康啊 还有精神 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样 这种情况因为吃的东西啊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不健康的这个生活啊 还有就是这个日夜颠倒的这种生活习惯呢 这导致很多很多的 这现在这个在在在累积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啊 那这个有一天发生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就就面对这些也说不清楚了 所以呢 年轻的时候呢 一个就是要就扬成一个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然后同时呢 就是要去了解啊 这个你不要说这个了解什么生命的意义啊 等等啊 跟我没关系 别这么说 这个每一个只要是一个生命都有关系 所以年轻的时候呢 去了解 做了解这些这些方面 然后呢 年轻的时候呢 都关注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 我觉得这些 如果你有了这些啊 然后你就没有必要去 担忧 担忧啊 就我中年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我老年的时候怎么 没有必要的担忧 我觉得 然后如果你不做这些任何这样子的准备啊 那么你现在没有任何的担忧啊 这是盲目的 盲目的 这个我觉得就反而更加的恐怖 所以说不用过分的担忧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田老师啊 那您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其实还挺满意的 这个吧 实际上我觉得他你看怎么比啊 就刚才在想一件事特别有意思 我在云南山里头 那个一个老头非常年龄非常老 但是他其实没有大 然后他一根柱子山里的穿得很破很破的 后来跟他熟了 我们俩坐那聊天 有天等太阳就聊天 他抽烟 完了我就说这个 你现在生活怎么样 他说凑合吧 我说你干嘛 他说养牛 我说你这牛多少卖 怎么卖 多少钱一头 他说五到八千一头吧 我说你养了多少头 他养了不到三十头 我说一听我惊着了 多少钱他手里有 比我还有钱 但是你看着觉得 你没有办法去比 他生活那地儿 你会觉得你根本待不了 家里什么都没有 就一灶台 床上连被子都没有 然后但是他就每天就是放牛 然后他就想要钱 就卖头牛 就OK了 这一年就过去了 就是生活是不一样的 就是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当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以为他是贫困的 其实他比你快乐 比我要幸福多 他比我要快乐 他天天在山里头 跟自然在一起 水也好 空气也好 所以我就讲 你说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 怎么来判断一个 你到底是不是快乐 子飞于安之鱼之乐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 就我自己觉得 有的时候可以去帮助一些年轻导演做事情 可以去讲讲课 能够把自己一些经验传出去 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而这一天说吃点什么好的 喝点什么好的 我觉得有点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还是 你能不能够跟这个社会 跟人在情感上 有一种交往 有一种很心有个放的地方 我觉得在什么时候都是 都会觉得幸福 都会觉得开心 孙老师呢 您 创响了 对啊 你想不想过自己老师的时候怎么过 其实 其实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 具象的例子和榜样 就是田老师 就是我跟田老师认识了也 这个十大几年了 就是 因为认识 认识的时候 我二十五六岁吧 还能算个年轻人吧 然后 就是 那个时候 我就是不仅要跟田老师学习电影的内容 就是也在观察他的 为人 为人处事 特别是 就是说对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的 对自己的要求 田老师就是对自己 没什么要求的 没人 这种没要求 不是说那种没要求 就是说他是一个特别散淡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在这个十几年过程中 就是说 有些时候我会非常具体的会想 这事 田老师这事该怎么做 不就是哈哈一下 过去就过去了 然后这性格能让你对一切东西都 看得比较开 更轻松 那现在就回到你问的话题 就是说我怎么畅详我老年 我的老年 是田老师的榜样在这 田老师你看刚才聊这么多 说躺平就躺平 然后说就是五点半 五点半也能自然醒 然后就刚才我们在候场的时候 田老师也在跟别的青年导演聊剧本的事 就是还是就是说他选择很多 他不把自己拘在哪 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 能在应该的时间有了这么一参照 对 包括田老师拍片的 你看田老师拍很多 就是说人文的纪录片 也好拍很多 甚至帮青年导演去给青年导演演 很多这种就是连玩的工作 这么一个心态去做 没给自己架在那 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生状态 我觉得就是到了这份上 可能就谈不上老与不老了吧 所以自然的三十岁以下朋友很多 就根本不在乎这个老这件事 也就无从谈起 刊布有没有想过 您想过怎样的老年生活 我没有 我确实没有 我觉得怎么样都可以 从来没有想过 怎样都好 对 他的事真的很多 他写东西要很多人想请教他解决问题 他真的是他们这个工作真的是特别了不起 几乎没有自己时间 对吧 对 所以就没有时间变老 对 也没有时间变老 也没有时间去享受老 我就觉得刚才天老师说的一句话非常的好 比如说他就是在这个 比如说给年轻的导演啊 就是传递一些自己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当中呢 他就获得幸福了 关系就吃一点什么呀 传递上根本就不在 我这个非常赞捧 就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 你在吃的这个当中啊 获得的这种快乐 这种快乐 确实是没有什么 确实没有什么 确实没有什么 值得真的去追求 但是尤其比较精神空虚的人呢 那就是找不到其他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用美食来就是补充自己的 填充一些自己的精神上的空虚 但是因为这个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的 那平时的话呢 这个真正的一个人的幸福啊 或者是你就往前走的这个动力呢 都不是来自于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 都是来自于你的工作啊 你就肯定了你的工作是有价值啊 这样子的话 好 哪怕是你就是每一天都奋斗 每一天都奋斗啊 那你也不觉得呢 反而觉得很很幸福 那么这个工作呢 那么这个工作呢 你忍劳了 可还是可以做的 也还是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做的工作 所以他们肯定在这个当中 得到很多很多的幸福 刊部 对 今天就是给我特别好的一个提示 就是您说说这个一个正在老去的人 这个老是他这个个体生命的圆满 对 其实圆满这词本身就让人感觉到特别富足 然后我就立马想到就是我的父母他们正在老去 其实我当我这么小的时候 在我听到这句话之前 我想到他们老去的时候 我还有点伤感 对对对 然后但是您这么说吧 我还一二替他们高兴 是圆满 对替他们高兴 因为他们正在进行自己生命圆满的过程 对对对 我现在还尚未尽进不到 没到圆满 对对对 所以受益非浅 感谢三位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关于老这个话题啊 其实说到底就是接纳自己任何一个时段 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 就快乐地做一个开心的孩子 当有一天变老了呢 喜悦地接受自己变老 无论生命走到任何一个阶段 喜悦地接纳他 拥抱他 享受当下 就是人生最美的时候